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 如果存营氧化的话 如果不想要用到 那个氏饮膏跟洗饮水 然后家里也没有氏饮布的话 就是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把那个 存营氧化的部分处理掉 那像一般家里可能不会被有 那个氏饮布跟氏饮膏 还有洗饮水 但一般家里一定会有牙膏 然后可能清洁用的 这种食用苏打粉也会有 那我们网路Google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存营洗得很干净 我们今天就来实验看看 网路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准备了三款 就是氧化的很严重的银饰 那它没有氧化之前是长这样子 这个是手环 那还有像这种 这种是链条式的手链 可能就是有点偏黄这样 可能看不太出来 那我们拿原本没有氧化的是 是这样子 然后氧化之后 就会变成黄黄的这样 那还有准备一个戒指 戒指 它就已经有氧化到有点快变黑了 那它原本还没有氧化之前的颜色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示范看看 用牙膏 我们先准备的工具就是有 这种 不会掉屑屑的这种餐巾纸 然后还有 半碗的水 然后跟牙膏 还有实用的苏打粉 那我们先来用牙膏试试看 那我们准备餐巾纸 然后沾一点点牙膏 那我们来擦一下这个手环 看它氧化 已经到这样黑黑黄黄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准备水的用意就是 等一下擦完之后 我们可以沖水 然后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牙膏有没有把那个 氧化的部分擦掉 因为网路上有流传很多方式就是 可以把春莹洗掉 那我们先来用 先来示范这两种就是 家里一定会有的材料 因为通常如果春莹洋化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 拿四银布擦其实很快 但一般家里可能没有背的话 你随手可得的可能就是牙膏 牙膏就可以很容易取得 就可以来 如果它真的有效的话 下次就可以试试看 那因为像它这个 哇真的还蛮干净的 像它这个造型 它会有凹槽 那我们就用卫生纸把它卡到凹槽 然后稍微再擦一下 这样看起来牙膏确实是 可以把那个氧化的部分擦掉 那我先擦这一节 让大家比较看看 那我们擦完之后先沖点水 把那个牙膏沖掉 好 沖完之后呢 我们再擦干净 好那给大家看一下 哇它擦完之后变得很亮 跟原本没有擦的颜色 差很多 那可能因为凹槽的部分 这边它里面凹槽的部分 比较不好擦 就是再多擦几次应该就可以 我们再来试试看 就是它 因为它有那个 凹槽处你可以用指甲 然后沾着牙膏 沿着边边 然后稍微刮一下 好那我们再沖一下水 好那我们再沖一下水 哇这样就变成跟原来新的差不多了 原本没有氧化的 是长这样子 那我们擦完之后 其实它就跟全新品一样 这样就很容易看得出来 就是擦之前跟没有擦之前的差别 所以牙膏真的是有用的哦 所以下次如果家里没有试银布 或试银膏或洗银水 就可以用牙膏试试看 那我们再来用这个苏打粉 苏打粉通常就是 家里都会备有那个实用的苏打粉 它是清洁用的 它的功能很多 大家可以Google查查看 那苏打粉它需要稀释之后 才可以做擦拭 比例就是水跟粉一比一这样 那我们先在盘子里倒一点点水 然后再加苏打粉 然后把它搅拌之后就可以 就是把它搅拌到浓稠状 就是把它搅拌到浓稠状 就可以了 网路上的比例是写 就是1比1这样 这样差不多就是这个 这个浓稠度 那我们来示范 这个戒指好了 我们擦 右边看看 我们先沾一点苏打粉 在那个戒指上 然后一样用餐精纸来擦 拆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沖个水 再把它擦干 再把它擦干 这边是我刚刚有擦过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没有擦的 很明显 你看还没有擦的时候 它是这样黑黑的 但擦完之后 它就发亮了 所以 苏打粉也是有用的哦 那亮度呢 跟我们 新品比较一下 其实差不多 擦完之后 它的亮度就跟新品一样 所以如果家里有牙膏 或者是苏打粉的 都可以试试看哦 那我们刚刚示范了牙膏 还有苏打粉 它擦的效果 其实都不错 如果不想要 还要稀释 这么麻烦的话 直接用牙膏 它的清洁效果 其实跟苏打粉一样 就是看你手边有什么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 它们两个的清洁效果 我觉得 都跟饰营布 有一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平常如果 银饰带完 那如果 因为银饰最好是每天带 那如果你真的 就是可能要换 换配件 那 要收纳的话 最好是 要收纳前 先把它擦干净 就是如果你用饰营布 就用饰营布擦 那如果没有 你就用一般布或者是 纸巾都可以 就是把那个 它上面的油漬 就是擦掉 擦完之后再放到 那个密闭的夹链带里面 这样它 降低它 接触空气 的机会 这样它氧化的 速度就会很慢 像这种 我们是把它放在 就是 没有 没有放在夹链带里 然后直接空气 接触 就是大概放个一个月 它就会氧化成这样 因为我们要做 测试给大家看 所以特别去 让它接触空气 你看它接触空气 一个月之后 它就会氧化成这样 但我们一般的新品 我们放在夹链带里保存 它都是不会氧化的 所以我们今天测试 网路上两个 就是清洁 纯银的那个氧化的牙膏 跟苏打粉 这两个都是有效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影片 还有其他的 可能我看我Google 还有一些 番茄酱啊 醋啊 一些很特别的食材 如果 如果你们有看到很特别 然后很想要知道 到底有没有效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找时间 实测看看给大家看 那 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影片 有帮助到你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 加 订阅 记得 开启小铃铛 这样下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就会收到通知哦